就让你们演个公主抱 梯子 木板 道具箱子都用上了 现在男演员怎么这么虚啊 有一个算一个 公主抱都不行 还搁那儿演什么男友力呢 最近有个新剧的花絮又火了 曾少年之小时候 里面的演员吴继峰 在片场连八十八戒的女演员都抱不起来 分寸中换上痛苦的面具 小妹妹第一反应甚至都自我怀疑了 我连九十戒都没套 导演在一旁都直叹气啊 更有人说拿威亚吊着 What 你们简直不要太低谱好吗 最后为了完成公主抱 不得不垫上了一块木板 由两名工作人员护送 这样女生的力量就被分担了一些 还骂一个公主抱让你抱得这个费劲 同样年轻演员 隔壁碧文郡抱八十多斤的李怡童 能开开心心的转圈圈 还能连坐三个蹲起 隔壁的隔壁 陈兴旭公主抱李兰迪 稳稳当当面不改色 还能进入角色 代入感情 要说你抱不起来 悄悄的回去锻炼也没啥 非要给自己着补一下 为了不弄丢自己的面子 往往还把锅甩到女生头上 许卫州公主抱乔欣 明明是自己不行 还甩锅给乔欣 还有让人满头问号的发言 其实没什么好尴尬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失败 为什么失败这个人才尴尬好不好 插出去插出去 真是忍不住想在他头上爆客户 林更新抱不动八十斤的赵丽颖 就让人家少吃点饭 最后为了好的视觉效果 剧组给找了两个箱子撑着 咱说这位大哥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太虚 你应该回家多吃点多锻炼 白掌个186大哥子 张冰冰甚至直言 公主抱的上线是八十斤 超过八十我就抱不动了 李立热巴因为自身骨架大 就遭受了不少质疑 甚至一度怀疑自慕 直到他遇到了乌磊 这不仅抱得很轻松 还剑步如飞 两子一直被称为 男演员公主抱的上线 只有诚意抱起他的时候说 你很亲眼真的 你很亲眼 李雪晴的前男友嫌他太胖 要求瘦到一百斤三地抱起来他 可是瘦瘦的女孩子陈瑜 却能毫不费力地把他抱起来 我前男友他就抱不动我 那你前男友好肉小啊 陈飞宇抱不起来成宵 还问他晚上吃了多少 你今天晚上吃了多少 而跟罗云熙一起搭档的时候 轻松抱起 毫不费力 甚至还说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差距啊 没想到看起来瘦瘦的罗云熙 这小戏哥们还挺有劲儿 跟他一起搭戏的大哥 看着孔无有力的 差点给人女演员扔地上 还得是洛云熙接过来 结果因为公主抱厉害 还为自己争取了多抱一会儿 在古装剧厚重细服的情况下 他还能蹲下再抱起来 至少细里细外的男友力 都是杠杠的 张欣诚的公主抱 单手搂住对方 让女生跳上来 这个背影真的不要太帅吧 白宇能单手把女生捞起来 真的这一个画面 我的惊讶程度和女主是一样的 古磊的公主抱 不仅是单手 她甚至还能给女主翻个身 来个深情对视 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妙啊 我希望时光的愿望 一路神话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 岁月在冲刷 你流草草的喧哗 寒静的夜晚你在 这些正面例子 对娱乐圈弱不禁风的男演员们 简直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打击 照着人家的标准 卷起来好吗